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試玩的這款手機遊戲是 知名動畫改編的 我的英雄學院最強英雄 遊戲slogan是 因為我來了 恩 好一開始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鏡板劇情動畫 內容大概是在講 現在的人類出現 所謂的個性 我們不是本來就有個性嗎 講的很懸 其實他的個性就是指 超能力是不是 然後有的人會用超能力幹壞事 就是壞蛋 所以有壞蛋就有好人 有一些專門守護地球的超能力者 被稱為英雄 像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有一個 有巨大化個性的人 變成巨牛在城裡作亂 所以這個超能力 看起來是橡膠的英雄 就跑來對抗之類的 接著我們就可以控制角色了是嗎 所以這個綠頭髮的好像是我們 遊戲裡的主角 小綠 我們操控小綠在城市裡晃來晃去 他這個城市的畫面做的有點酷喔 這是3D實景是不是 好先不管這個 因為小綠過山洞時遇到壞蛋 好像是什麽淤泥人 就壞爛泥嘛 他想吞噬我們 不曉得吞了能幹嘛 他也是綠的 可能想補充葉綠樹吧 總之這時候這個是誰 一個號稱英雄界最強的高手 小黃 他黃頭髮 他路過打爆了爛泥 救下了小綠 剛好小綠夢想是 成為英雄 但他沒有個性 就是沒有超能力 那你還想當英雄 小黃也嗆他 當英雄很危險啦 會受很多傷你確定嗎 我們家小綠聽了這番話 就難過的走在路上 哭奔要回家 結果又看到剛剛的 爛泥人 他還沒死啊 細分很多 這爛泥人 抓了小綠的朋友 小綠生氣的 衝上去想救人 不對 就衝上去送死吧 還好我們的小黃 即使趕來支援 打爆爛泥 順便稱讚小綠一番 說小綠很勇敢 現場那麼多人 只有他不要命的 衝上前想救人 這才是當英雄最重要的東西呀 好接著就是 進入遊戲了 我們的小綠 好像在小黃的訓練下 成為英雄學院的實習生 那一進來遊戲呢 也不知道這死亡搏擊 是幹嘛的 他就告訴我們說 要介紹小綠加入一個事務所 我們玩家扮演的是事務所的經理 不是主角啊 總之我們要幫我們這個經理取一個名字 又取什麼勒 取名字什麼的最難了 我們用隨機好了 我按一下 這個好中二喔 我們就叫溫柔本命 再來我看不是很懂 依死亡搏擊的說法 事務所的經理就要帶著英雄 去出任務 是吧 像我們現在就帶小綠來接任務的機器 看看有什麼委託 看看有誰需要他這個英雄來拯救 是不是 我的錢包滿需要英雄來拯救 好我們接到的第一個委託是 有個爸爸他女兒失蹤了 那你去報警啊 還是這個世界警察 終於因為太美用被淘汰了 所以就靠我們英雄了是吧 接著我們接到死亡搏擊 打電話來提供情報 他說他大概知道綁架犯在一座橋下 幹這情報哪來的 你才是綁架犯吧 好不管 反正終於可以體驗戰鬥畫面了 這看起來是一個 動作格鬥遊戲 遇到敵人會進入戰鬥畫面 像我們小綠現在只會普通攻擊 然後這招是什麼 位移 可以瞬間飛到敵人眼前揍他 小綠不是沒有個性嗎 這個瞬間飛到敵人面前是 凡人能做出來的動作嗎 打完小羅羅 我們就要打BOSS了 這個BOSS 也是變成牛頭的超能力是不是 感覺智商就很低啊 你看這個牛頭會用一個往前衝鋒的招式啊 然後我們可以用閃躲技能退開 如果退開成功我們就可以使出反擊 不過 他只會往前衝啊看起來還不能煞車 我覺得我們也不需要閃躲吧 就輕輕站在旁邊 看他耍完智障 然後就打爆他就可以啦 打完這些綁架犯之後 我們沒有救出人家的女兒 只是從這些綁架犯身上打聽出他們把人關在哪 所以我們就回來找死亡搏擊 要幹嘛 他要教我們為英雄吃東西 就小綠不會吃東西 我們是經理人 我們要為他吃他愛吃的食物 這樣他們就會升級了 升級了可以幹嘛 可以派英雄去幹苦力啊 一種鴻門宴的概念你知道 這次我們出的任務就是去剛剛打聽出來的 官人治的地點 救人治 然後因為剛剛英雄升級的關係嘛 我們現在可以使用更多的技能 反正這遊戲 蠻有打擊感的 你看 幹我也是亂按一通啊 但看起來是不是操控的很棒 咻咻咻咻 各種連招 打完敵人後 我們救出前面那個找女兒爸爸的女兒 這個女兒叫做高馬尾女學生 他說很感謝我們救他 然後他有偷聽到綁架犯的巢穴 管我屁死啊 我只想知道你要怎麼感謝我們啊 感謝不能只用嘴巴說啊 電視劇裡一般都是以身相許對不對 不許就算了 還把我們當工具人 叫我們來綁架犯的巢穴 喔這個是綁架犯的首領啊 戴了一個智障的面具 所以我現在要跟他決鬥 這遊戲後面應該要練接技對不對 不然看像我這樣亂按的話 感覺連招都很不順 正常情況下我們應該是 閃躲之後反擊之類的 或者是飛到對方身前把對方打上天空 然後用這個連招揍他是不是 好打完首領後我們回來找 死亡搏擊可以解鎖 第二個英雄 叫上名電器 感覺很像什麼修理家店的水電行名稱 我們找個任務打打怪來試一下 這個水電行跟小綠有什麼差別 先看水電行啊 欸你看很酷欸他全部都是遠程攻擊是不是 明明空手 卻搞得自己像拿機關槍一樣一直丟閃電射人 他的普通攻擊就是 QG可以丟出一個閃電手榴彈 WG勒 自身周圍爆炸 EG勒 射出連鎖閃電 然後RG 周圍放一圈閃電 小綠的QG就是剛剛講過的瞬間飛到敵人前面把敵人踢上天空 然後可以接普通攻擊揍敵人 WG是手指炮 你可以蓄氣蓄得越久射得越多 沒有 蓄不管多久都只能射出一顆綠光炮 EG好像是多連段的連環亂踢 RG就是把全身精氣聚集在一隻手的拳頭上 向前轟出 前方直線範圍敵人都會受傷啊 再解一輪任務可以解鎖第三個英雄叫做 切倒瑞兒郎拿到英雄老規矩先餵食 當寵物養把等級提升 然後用遊戲中打怪得到的鈔票把這個技能全部點滿 這樣我們就可以隨便找個任務去試一下 試試小菜的技能怎麼樣 你知道為什麼切倒瑞兒郎要叫小菜嗎 因為他有個切字嘛 切字就會想到老闆切一盤小菜啊 所以他的綽號就叫小菜 小菜的QG是防禦反擊 什麼意思 就是要擋住攻擊後才能造成傷害是不是 WG是蓄力 跳起來可以垂地板造成範圍傷害 不過他這個比起小綠的蓄力 我感覺小菜的蓄力動作比較慢 跳起來到垂到地板的時間有點長 然後一技是衝鋒 衝過去撞擊敵人 進戰系的英雄好像都要配一個 可以快速接近敵人的招式 再來就是 R技大絕 可以快速對全方揮拳造成大量傷害 我懂了啦 小菜就是戰士嘛 講究的就是硬碰硬 對不對 感覺每個英雄都有自己的特色 那我們來看一下英雄界面好了 他可以看到其他的英雄 就是我還有很多A跟S級的英雄沒得到 然後我注意到喔 你看你看英雄界面裡面只有 兩個英雄是女生耶 可惡男孩子才不想收集女性英雄好不好 800萬百 好特別的名字 好像是我們有錢人家的孩子 很兇 是其中一個女性英雄 不曉得有什麼技能 要取得英雄才能看到他的技能嗎 那我要怎麼取得英雄 看一下喔 抽卡 抽卡系統裡面有兩種卡包 先看左邊的英雄卡包 這個就是可以抽英雄對不對 我們來一個十連抽看一下 這個抽完英雄之後 還要簽名才可以領啊 喔是是 然後你會抽到英雄或是英雄碎片 就一直重複抽這些英雄喔 一直重複抽可以幹嘛 我看一下 喔你可以拿來英雄共鳴 就是你累積足夠的碎片 啟用英雄後 之後的碎片或抽到的英雄也會變成碎片 你就拿碎片來啟用英雄升階 只要碎片夠多 你的A級英雄最多也可以升到 SSS Plus的英雄 所以努力吧各位 再來另一種是抽英雄的副卡 副卡好像有一點像裝備是不是 就是你可以用來提升英雄的能力 好像是這樣 我試一下 我第一個十連就出金卡 這樣算好運嗎 我要來看一下 每個遊戲裡最重要的系統 就是英雄變強後 打鬥連招技巧變好之後 可以幹嘛 當然就是要打競技場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競技PK系統 這個有一個對抗 裡面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競技場 試一下 進來之後 雙方可以各選 三名自己的英雄 選好後你就進戰場 有點像 那種格鬥機台的遊戲是不是 然後每次先派一個英雄上來嘛 等一下我先 隨便按一下 我匹配到這個 也是玩家嗎 還是電腦 我是新手 也會直接匹配到玩家嗎 等一下喔 感覺被我爛啦 你看我不會只是隨便按 但他打不贏我啊 贏了之後 對方會直接出現第二個英雄 跟我們用第一個英雄 繼續戰鬥是不是 喔喔有了有了 我寫少於一半之後 我可以選擇要不要更換第二個英雄 換一下喔 總之就是 看誰先把對方三個英雄幹掉 就算贏吧 完全 比拼技術嗎 技術可以彌補 裝備的不足嗎 另一個對抗裡面有一個叫協力戰 這又是什麼 也是一樣可以派三名英雄上場 但你上場前你可以按佈陣 看你要把英雄放在前排還是後排 放後排加傷害 放前排加防禦 然後你直接按開始 這怎麼樣也要我們打嗎 喔不是喔 系統自己會操控你的角色打來打去 你就是欣賞就行了是不是 所以剛剛的競技場是手動 這個協力戰是自動 自動感覺比較用來單純測試你的英雄怎麼搭配戰力比較強吧 是嗎 反正我覺得我手殘檔啊 我可以多玩一些這些協力戰 技術好的 你們可以玩競技場 好今天最後看一下這個 我剛發現有一個叫英雄劇場的功能 就是他可以讓你玩 小綠的主線故事 就是主角的整個劇情 是這樣吧 像前面動畫不是在講說小黃幫小綠打敗爛泥人嗎 之後其實還有發生一些事情 小黃幫小綠做了很多特訓 小綠才能考上英雄學院 之類的 然後邊看劇情你還要 幹邊跟劇情做一些小互動 怕我睡著是不是 我只想好好看劇情啊 不想要做什麼小互動啊 你看我還要點擊這個按鈕幫小綠搬東西 好啦反正劇情很多你看有好幾張 就留給大家自己來欣賞 反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下載這款手機遊戲 我的英雄學院 最強英雄 來玩玩看吧 現在有事前登入活動啊 會送一堆好禮 就這樣 那我們下次見 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